好莱坞电影《药命效应》里面 有一种神奇的特效药 让人吃了就会变聪明 甚至是无所不能 现在美国新创公司 也号称研发出了聪明药 还获得了细骨创头的青睐 电影《药命效应》中 主角袁世民穷愁潦倒的作家 却在吃下一颗药丸后 突然变成万事通 纵横股市也无往不利 这样号称具有神奇功效的药丸 竟然出现在现实生活中 《药命效应》 也认为《晓晓药》 充满了一些计划 增加脂肪功能 帮助更增加记忆和焦点 我希望能更智能 我生成为非常竞争 我希望能够成为自己的最好的版本 变得更聪明 发挥出所有潜能 是每个人的愿望 看准这股市场需求 由美国新创公司 专门研发聪明药 产品类型五花八门 医生的计划 从推荐立正确定 能量和流量 到更增加记忆 能量和能量 不是像按钓 然后转转 突然变成了新特朗 我发现 它帮助缺乏 时间 需要转转 有些人宣称 吃聪明药确实有帮助 这家新创公司 甚至还获得 矽骨创投的青睐 但很多医生 对效果存疑 也担心长期服用 会出现副作用 事实上所谓的聪明药 只算是种营养补充品 想要变聪明 恐怕没有特效药 继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上海月亮的辣椅 转发 上海月亮的辣椅